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有一个过境的功能 比较重要的功能 因为这个功能导致了我们不断的战争 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有不同的地人 比如说有伊兰人 阿拉伯人 塞亚珠人 蒙古人 土耳其人 俄罗斯人都试图过 掌领戈鲁兹亚的一部分 或者全部戈鲁兹亚 在这段时间里呢 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跟俄罗斯的问题 这个冲突呢 算是从101年开始的 那时候俄罗斯自己威防了我们之间的合约 然后消除了戈鲁兹亚的亡国的独立性 后面的话就被强制性纳入了俄罗斯帝国 直到1918年我们才获得了独立 1921年苏联又来了 然后直到1991年我们才获得了独立 但是你们想一想从101年到1991年 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内 只有三年的独立的时间 所以格鲁兹亚人突然又独立了 就不知道怎么管理自己家国家 所以90年代是一个非常乱的年代在格鲁兹亚 包括有内长的一个时期 对我们来说 自己的语言文字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被很多国家占领过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掉 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包括苏联的时候 很多其他的苏联国家讲俄语的时候 我们的广泛语言还是保留格鲁兹亚 包括在学校 我们也是用格鲁兹亚语授课的 根据一些历史来源 格鲁兹亚语是公元前 四世纪传造的 不过我们现在先有的证据只属于公元四世纪 还没发现更早的一些证据了 语系方面的话 格鲁兹亚语属于南高加索语系 很多人认为我们讲俄语 但是俄语和格鲁兹亚语是完全不同的语系 完全不同的语言 语法也不一样 格鲁兹亚语蛮特别的 因为有自己的文字 你们可能打表情的时候会用我们的文字 比如说 得 了 通常都是作为小星星 因为它的形状很像小星 格鲁兹亚语字幕表里面有33个字幕 有三种数学体系 三种都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如果你们到了格鲁兹亚 我叫你们一个字 你好 Gamarjova 你如果跟格鲁兹亚人用格文打招呼的话 大家会很高兴 格鲁兹亚的美食还是挺多的 最有名的应该是hingari 有点像中国的小笼包 馅是可以猪肉牛肉或者一些不同肉的一起的馅 还有hajaburi 这个是奶酪饼 还有一个有名的就是swardi 烤肉 除了之外呢 我觉得格鲁兹亚人非常喜欢核桃 也会用核桃酱做不同的菜 比如说核桃活鸡 核桃酱茄子 核桃菠菜 核桃红柴头等等 很多用核桃酱做的菜 不过在我看来 中国人吃格鲁兹亚菜会觉得比较咸 这个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 因为以前经常有战争 需要长期保存一些食物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盐加盐的方式做胭脂食物 不过也没关系 我也可以叫你们 如果到了格鲁兹亚餐厅的话 你们可以跟他们说少放点盐 这样我们的菜就更合适你们的口味了 格鲁兹亚人对苏大林的看法还是挺复杂的 要看是什么年龄的人 如果是老一辈的人 像我奶奶爷爷那个年代的人 非常喜欢他 甚至有爱他的 比如说我的外婆在自己的小钱包里面都会有他的照片 也会定期拿出来 拿出来跟我们讲斯大林的一些故事 这个也有自己的原因的 因为我外婆经验过二战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苦 然后二战结束后 大家觉得斯大林是救人民的英雄 所以对他有这种感情 如果是中年龄的人的话 他们的看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他们知道他的黑暗的一面 但是也知道他的一些好 比如说他们会说斯大林带给大家 在生活方面 还有军工方面的发展 但是人权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看法可能会客观一些 年轻人的话对他基本上武刚 或者觉得他是邪恶的 格鲁基亚广泛 对他这个人物的态度的话 我们可以看格鲁基亚做的一些事情来判断 比如说格鲁基亚的政府把他的雕像拿走了 不过现在如果你们来格鲁基亚的话 你们会发现我们还是保留下来了斯大林的博物馆 就是在他的老乡的博物馆 这个是因为我们把那段时候 还有这个人物当成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并没有完全忘掉他 那关于斯大林这个人的话 很多人觉得他去了俄罗斯当了苏联的领导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国家 其实你们如果参观他的博物馆的话 可以看到一些文件 一些表格 他填写自己信息的时候 会写自己是格鲁基亚人 所以他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来自哪里 包括在博物馆也保留下来了 他的一些私人信 给自己家人妈妈的信 我个人觉得斯大林虽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他对世界 包括对格鲁基亚做过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能说他完全是一个坏人还是好人 很多中国人听到我来自格鲁基亚之后 都会问关于苏联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格鲁基亚是前苏联的国家 经常提的问题就是为国战争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因为他们知道其他的国家 可能会每年进行相关的纪念活动 我们格鲁基亚不会进行这样的活动 基本上也不会提这个事情 格鲁基亚人对苏联的看法的话 也要看是什么年代的人 特别明确的可以说一点 就是格鲁基亚的年轻人不希望回到苏联 也不希望回到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状态里面 我们自己独立也觉得挺好的 格鲁基亚人对于外国人 包括中国人是非常友好的 我们也有一句话说 客人是上帝送过来的礼物 所以我们热情对待客人是我们的传统 广泛方面 格鲁基亚和中国外交关系是1992年开始的 那时候中国是最早承认格鲁基亚独立的其中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支持非常重要 格鲁基亚承认一个中国 拒绝台湾护照入境格鲁基亚 中国也承认一个格鲁基亚 在人民方面的话 有挺多中国人最近来格鲁基亚 大部分都是中国企业的员工 在格鲁基亚很多中国企业中标 在格鲁基亚改高速公路 在各个方面有挺多合作交流 包括文化方面经济方面都有 包括格鲁基亚的政府也非常信任 中国的政府还有中国的产品 最近格鲁基亚多次购买了中国的疫苗 也配合中国驻格鲁基亚的大使馆 为中国的公民在不同的格鲁基亚地区 安排接种疫苗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政府方面 还是普通格鲁基亚人民方面 对中国还是非常友好的 很多中国朋友关注格鲁基亚结婚的 婚姻的一些问题 在格鲁基亚18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结婚了 再年轻一点的话 如果是16或者17岁需要通过父母的投逆才能结婚 其他年龄就不合法 但是在格鲁基亚还是有不少人很小 就是很小的时候结婚生孩子 大部分这种人就是来自农村 可能教育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格鲁基亚人谈恋爱的话 在我看来没有中国人那么现实的 比如说格鲁基亚女生不会提前了解你的情况 不会问你工作多少啊 有没有赤子有没有房子 这些问题就不会一开始都问 一开始大家都是比较靠感情的 对这个人有没有感觉的 结婚的话可能就平均来说的话 23 24岁这个时候结婚 晚一点早一点就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格鲁基亚人也是就是过了30岁 30岁还没结婚的话父母也会担心 但是不会催你 就是不像中国那么严重这个问题 如果结婚了不生孩子的话 父母也会担心 因为我们的父母都希望早一点抱选子选女 但是如果你实在没有打算现身的话 这个也不是非常大的问题 你可以等几年后再生 父母主要是担心他们老了就不能再帮你带孩子 对了这一点也跟中国一样 我们的父母也会帮我们带孩子 婚姻的话 男方不一定需要有车子有房子 这个不是前提 当然如果有的话那就最好了就不用麻烦了 在这里有两个选择可以选择跟父母一起住 也可以选择一起努力煮房 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高路街女生要不要彩礼 我告诉大家不需要彩礼 我到中国之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彩礼 有什么都没有什么概念 另外高路街也会有一些抗老族 但是这种人物不多 而且我们社会对这些人是非常不尊重的 因为你的父母养你那么大了 你应该做点事情自己工作 现在改你了就是你要养你的父母了 这种人我们也不是特别喜欢了 那我看中国人非常关注买房这个事情 高路街人也希望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这个欲望没有中国人那么强的 甚至就是你如果没房的话 还是能结婚的在高路街 但是社会还是比较尊重很努力的人 那努力的人最后已经会有这个机会买房 关于高路街人对生活太多的话 我就举个例子 很多中国人去高路街之后都会说 啊这里的生活节奏好慢 非常休闲 这个就是高路街给大家的感觉 这个也有自己的原因的 因为很多高路街人都会整系已经拥有的东西 就不会追求太大的梦想 但是这个也可能跟中国的谈品有一些稍微一点区别的 我感觉谈品的人对生活失去了失望 没有乐观的态度 反而高路街人还是会保持这个态度的 普遍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男女也有分别的 我感觉女生比男生要努力在高路街的话 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女生都会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 为这个目的来努力 高路街男女相处的方式跟中国的也有稍微一点点不一样 我听说在中国很多女方就是很多女生希望男方就是经常买礼物给他 高路街的女生也会很高兴收到礼物 但是没有这种期待 就是没有必要男生一直送过礼物 没有这个概念 出去一起吃饭的话 或者一起参加一些活动的话 高路街女生也会期待男生付钱 但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是AH或者有时候男生付 有时候女生付这种比较平等的对待 很多朋友也关注到格鲁基亚的生育问题 其实格鲁基亚人口现在是非常少的 不到400万人整个国家 父母还有一些长辈都会鼓励我们多省一些孩子 因为确实我们的人口太少了 一般情况下格鲁基亚人至少会生二胎 那再生的话就会就是大家会欣赏你 但是因为最近年轻人的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各个方面还是挺大的 可能会选择不省超过二胎的孩子 格鲁基亚父母对孩子也会有很大的期望 就从小也会让他抱一些补习吧 就是学习同时还会让他学习运动或者跳舞啊 音乐等等 但是我发现没有中国的那么强 因为可能中国人人口非常多 竞争力也很强 格鲁基亚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发现中国的小朋友们 不管是学习正常学习还是学一些舞蹈 音乐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我在格鲁基亚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 包括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小朋友们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自己的话父母对我的期望还是挺大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不想学习的话 我妈妈都会跟我说 你看一下外面有几个 你转大了你就会跟他一样 然后我就这句话就让我去学习的 我就会比较有动力学习 不想有像他一样的生活 除了之外呢 我父母也从小让我学音乐 弹吉他弹感情 但是这个不是强制性的 他们会问我我对什么感兴趣 或者让我尝试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我也尝试过跳舞 发现不太行 就最后喜欢音乐 就选择了音乐 就不会强制要求你学一个东西 或者干一个东西 就会看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那就根据这个来做 有一些父母自己如果有能力的话 也会选择自己教孩子 或者有亲戚有朋友 通过这些关系 让孩子学到更多的东西 总体来说呢 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发展的全面一点 学到更多的东西 更加努力 更加成功 总体来说两个国家 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对方 这会产生双方的误解 比如说部分中国人 都没有听说过格鲁加 或者觉得格鲁加是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觉得我们跟俄罗斯是同一个民族 事实上我们是高家所族 他们是斯拉夫民族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关于中国人的话 格鲁加人 还是会知道一些中国文化的事情 还有最近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但是也是会有一些无解的 最搞笑的一些无解就是 他们会觉得 每个中国人应该都会共服 这个是受了一些电影的或者卡通的影响 还有一些无解就是 格鲁加人觉得中国人什么都吃 包括虫子 格鲁加人自己不吃虫子 所以觉得这个很奇怪 为了解除这个还有其他无解的情况 我就开了一个格鲁加语的频道 要对格鲁加人介绍正式的中国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20岁 这是我第一个自己独立生活的一个国家 在我生活中很多思想改变 还有一些有意义的时刻 都跟这个国家有关系 所以我对中国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我觉得中国最近的发展也非常让人惊讶 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技术方面 科技方面 我觉得中国将来也会越来越好的 自己的希望的话 我希望在中国的这些年里面 将来我会通过自己的工作 还有通过自己的视频 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格鲁加 也会让更多的格鲁加人了解真正的中国 再次也感谢吴雅给我这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 F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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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